所提出的观点背后这整套的论证去展现出来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同时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觉得一个学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这是应该他们发生的一种方式 对 其实有许多的东西听起来特别的激烈 是因为你没有很好的去做一点论证 你一做论证其实有许多非常激烈的东西 其实并不见得很激烈 比方说为什么应该司法独立 单纯说司法独立经常给人的感觉 哟 司法独立 57年主张司法独立的人全部都打成有判 全部都打成有判 听上去好像很冲撞的感觉 但实际上你想想司法独立 对一个政府的权威是多么重要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院能够判决政府败诉 行政最高的行政机关哪怕国务院 我们的法院一个北京台列区人民法院 判决国务院的某个东西是违法的 可以判决败诉 那这样的法院如果他有时候判决人命败诉的时候 人命才会心悦臣服的接受说 这是一个公正的法院 所以你观察比方说英国的历史上 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没有出现过政变或者说人民起义在革命 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些情况 是因为他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独立的法院 能够有效的制约政府的权利 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塑造政府的权威 所以最愚蠢的政府才会去不让法院独立 把司法独立思维洪水猛兽 我觉得多么愚蠢才能想到这个事情 才能整天控制法院 整天不让法院独立 所以我讲这样的道理说清楚了以后 那政府不去做 你说这个 我们说的什么激烈的话吗 所以我唯一直觉得我们必须要去 不断地去欺而不舍地去 把这样的一种道理讲得更清楚 更有理性的一种力量 哪怕遇到了阻力 哪怕遇到阻力 甚至哪怕有某种威胁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威胁之所以能够让大家都恐惧 是因为大家都不说话 如果大家都去追求 我把真实的观点加以表达 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 有那么多的监狱 可以装这么多的人 你总不可能 把这个国家全部变成监狱